台湾轮椅舞蹈界盛世2016新北市IPC轮椅舞蹈亚洲锦标赛 今天在新北市府举办记者会 锦标赛将在11月5日在新北市三重综合体育馆隆重登场 记者会上轮椅舞者刘祥荣、杨淑慧一同表演 为推广运动风气 这个次的赛事免费入场 欢迎喜爱轮椅舞蹈的市民朋友一同进场关心华丽的竞技 并为新北市选手加油 在4号的宣传记者会上主办单位市府交易局表示 活动自102年起举办国内赛 103年扩大举办亚洲邀请赛 104年升级为IPC国际公开赛 是台湾第一次主办轮椅舞蹈的积分赛 105年提升赛事成级为第一届IPC轮椅舞蹈亚洲锦标赛 借游赛事让国内轮椅舞者与国际选手技术交流 提供国内外选手竞技交流的舞台 以让民众有机会近距离欣赏国际轮椅舞蹈选手的精湛舞技 每一年我们都期许有往前跨一步 102年我们办理的时候是国内赛 103年我们往前跨一点点是亚洲的邀请赛 103年去年我们是国际的公开赛 那今年我们是IPC这个亚洲锦标赛 那要特别谢谢我们所有的将要来自10个国家跟地区 以及将要有200个选手 积极在我们新北市 期待会上轮椅舞者刘强龙杨淑慧一演一统表演 轮椅舞者刘强龙表示当初相当不接受自己要做轮椅 但在一次的因言聚会下 接触轮椅舞蹈现在不但活出自信 也常参加国际赛事对比赛相当有信心 那我们欢迎也邀请我们所有的市民 在11月5号到6号一起到三重体育馆 为我们的选手加油 那过程当中我们非常谢谢会长还有理事长 给我们很多的协助 那也期盼透过这样的一个舞台 我们国内的选手跟国际的选手 一起来交流一起来成长 新北市IPC轮椅舞蹈亚洲锦标赛 是国内轮椅舞蹈界的重头大戏 也是推广伸脏者运动 以及发展中国家代表队的推手 今年赛事延续往年推广公益的特点 才免费入场方式 欢迎民众清零三重综合体育馆 感受论语舞者的热情与活力 为新北市选手加油打气 最后一张视频长报道